赵纯 现在公司的成绩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家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教育小孩好难啊 就是做父母的人都会觉得做父母是幸福的 爱务能力和好的教育有关系吗 其实她是属于她在学习的状态里面叫不出去玩的 朋友约她也不出去的 反而要我把她叫出去的 赵纯 吃饭了 结束 结束了 吃饭了 趕快收起来 赵纯 每次都这样 ゲームに没頭し 何でも先延ばしにするこの子 私の息子 純 私と妻の赵纯 一直も彼の教育のことで 頭を悩ませている 半个小时前进去 半个小时后她就写了两行的话 那就不行 坐在那儿她也不写 然后就很厚 抓狂 然后一抓狂 我不管了 你进去吧 然后就让她进去 小孩都工作去玩 通过跟朋友一起玩 来学习很多 沟通能力啊 这个真的比学习还重要 所以挑战 我原来的方式 写完作也不要睡觉 然后她就觉得到时间了 该睡觉 老师教育任务 也不完成的习惯 我觉得不好 但我觉得睡觉很重要 她觉得睡觉很重要 她觉得睡觉很重要 所以经常挑战 甚至觉得两个小孩好难 对 对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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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年轻啊 没想到这么年轻 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号 小一号 哈哈哈哈 Sharon Sharon 有名的小伙伴商品 副社长 会社的社员 大概2万人 她曾经留学了 她曾经留学在美国 教育上 也有独自的见解 一男一女的母亲 Sharon 会社的幹部 而且 KOL 也活动 小孩的教育真的很难 很难 我拍片子很像讲 但是教孩子完全不行 因为教孩子主要是要花时间 哈哈哈 你要花跟拍纪录片 还要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就不那么难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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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解决了 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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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结束了 今天的课结束了 她们的教育方法 更理解 我们在某些地方 她们在某些地方 不喜欢学习 她喜欢什么呢 喜欢画画 那很好啊 她画的画很好 嗯 那不喜欢学习 没有关系啊 她只要有自己的这个 喜好的东西 可以往她兴趣点上面去引导跟发展 預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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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教练是一对一吗 嗯 这里面都是一对一的 你看 我女儿是她教过最小的学生 嗯 她一般都是教大一点的 很小 好 注意 我看了她很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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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比较注重运动 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社会 这个孩子们都都成长在 他们不需要去面对非常多生活上面的挑战 所以很少机会能够有挫败感 但是运动可以让他们去完善这方面人格的这个培养跟历练 哇 好大 哈哈 要学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吗 一个小时 他现在学游泳 玩球 还有篮球 目的都不一样 他说目的都不一样 篮球是团体的运动 团结能力吧 然后这个的话 战略性 培养他的战略性 对 网球其实打得好 不光是你的技能工业好 其实是一个策略性的游戏 对 你也要了解对手 你怎么样去击破 找到他的弱点 然后游泳的话呢 其实就是跟自己较劲 对吧 就是你要花的时间 你要付出了努力 你才会慢慢的进步 我感到深刻的感谢 以内容 我会让他重视 他的中心 深刻感兴认 他对他中心 他有什么教育方法 有什么 他有什么 教育方法 担心很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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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姐姐画的雪人 我画得很好 对雪人 色彩特别好 应该有画框很重要 对 我们家的孩子也经常画画 但是没有画画框 就我跟他们两个讲 我说你们要画出足够多的作品 然后我就会帮你们办一个画展 我们也可以去卖掉你们的画 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 去捐给你们想要 帮助的一些人或者是动物 或者是环境都可以 就是从小要培养他们 社会的责任感 什么心情现在觉得 现在是不想看 受打击太大了 别人家的孩子太厉害了 所以不想看 但还是 对吧 我们要重视更重视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种仪式感 这我就学到了 但是我真的很忙怎么办 一年三分之二出差在外边 赵世面 副总裁 副总裁 两万大公司的副总裁 我们团队只有三十个人 你觉得谁忙 就是如果是一周之内的出差 那我就快速的就是出差回来 如果是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 我就出差一天 比如说早上很早的飞机飞 晚上很早的飞机飞 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晚上我可以陪陪陪小孩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做成调整 那比如说在北京开两天会 你愿意往访两次是吧 对 所以其实就是牺牲自己的休息跟睡觉的时间 没有其他的生意 就我觉得啊 就是你们家的教育很好 所以你觉得这个财务能力和好的教育有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 肯定有关系啊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 时间在所有人的生命当中是最公平的 我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花无数个晚上陪他们读绘本 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要读了绘本 然后去睡觉 这样的一个routine 这个时间每个人都有 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因为我碰到也有很多是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 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管 结果也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也多的是 就是说其实教育这个事情不用你是用钱堆出来 但是更多的需要你花心事跟时间 这是一定的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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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上 然后听说这边有什么完美的瘦女 完美就很了不起的小孩 应该是在别人眼里看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 所以我向那个妈妈学习 怎么能培养完美的女孩 哈喽 您好 您是那个妈妈吗 是的 你好 我是竹梅 你好 久仰 你好 久仰 对 请请我们家比较老房子 比较小 不拖鞋 有猫是吧 对 就养了一只猫 对 小朋友的猫 你可以看一下她的养猫申请书 还挂在这儿 养猫申请书 哦 我保证不会影响到学习和兴趣吧 我保证不会影响到 作戏 作戏 厉害 天呐 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 都跟我们说一下 你一定要养猫 我们都不同意 怎么能跟孩子之间建立一个这种信赖关系 我会先买两本猫的书 是养猫的书 给她看 你先看 看一下这么多麻烦 你还要不要 这个 对 哦 这个 猫片猫饭 猫杀猫杀 猫船 猫咪玩具 他都是自己选的吧 他自己看完之后 他总结的是吧 可能是吧 一切 你看养猫的一切所有的 要准备的东西啊 怎么样啊 所以提前给她看多么的麻烦 那她还是要选择 还是要买 对 满意了 对小孩的咒语来讲 养猫也许有好处 是有好处的 反省一下 拿着两本书 你也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 拿着两本书好好反省一下 还是要相信孩子 很重要是吧 我还是比较相信孩子 他想做的事情就让他去做 然后就给他一个支持 我们家的老大是13岁 12岁 他从小学二年级吧 小学二年级到现在 差不多六七年 一直我相信他被怕 相信他被怕 就六七年一直在这个状态 那我怎么能相信他 就比如说吧 他弹琴对吧 他也会说 我不想弹琴 我不喜欢古真 对 有有有有有 非常有价的情况 那我就会问他 你是不喜欢古真 还是不喜欢弹古真 还是不喜欢弹古真那种枯燥 他就会想一下 他说我不喜欢的是弹古真的枯燥 我说那你觉得就是 我们学这个古真的话 只是为了学一个曲子吗 那他就会想了一下 他就会说 明白了 我要学会跟这个枯燥相处 所以他就会 他就不会再给我争了 就是说我不想弹琴啊什么的 那他为什么他能明白 我觉得 主要是他的 就是孩子的 你怎么跳到了他明白 快说你把做吧 做完不了 还是要聊 就是很多相信孩子的 就是看iPad的问题吧 对吧 你给他iPad 他会不会自觉 对 那我们的肯定也是会有不自觉的时候呀 因为他不知道 我可以看到他上网时间 每个软件用了多久吗 然后会给他旁敲侧机 大概给他讲讲 这个眼睛坏了会怎么样 然后这个有些职业 你就不能选择了 其实我就是告诉他 这个问题我开始重视了 你也就是要自觉一些吧 然后的话就是再继续观察他一下 如果他越来越无度的话 我可能就会强行把iPad 我也会受掉 观察一段时间 不是完全真的认给他 给他有一个范围的 还是要有方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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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が下校時間になったので 私たちも一緒に迎えに行くことに 我会去吃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就要使论棋 使什么 使论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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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日本語小费人 啥呀 哈哈哈哈 啥呀 是日本人 你听不懂吗 日语 我听 听懂一点点 可能要进入安全带了 你应该看过日本的动画片什么的吧 没有 那你平时喜欢看什么呀 抖音吗 不喜欢 不喜欢 那个喜欢看什么 不喜欢看 动画片 不喜欢看动画片 啊 不喜欢看动画片 不看抖音 不看动画片 看什么呀 猫咪的视频吗 嗯 啊 还是喜欢 喜欢猫咪的 这家是猫起 我买引材 挑点漂亮 我买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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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八 六 今天的作业是这么多吗 对 这么多啊 这是最少的 一般都是十几本 十十多本 啊 那这么多啊 你能四十分钟 今天也能做完吗 能 现在八点二十分 所以九点 结束 你来 八点二十分 哦 九点结束啊 所以 保证啊 保证啊 正常状态就可以了 他要去房间 我们自己是 要去他房间是吗 他一般平常待在他房间 我在外面 没有陪你吗 完全不陪 完全不陪 从小就不陪 今天要陪就很奇怪了 那我们 哪里出作业 我以为 作业的量比较小 不是 我以为他天天陪着他 也不是 对 然后我以为他 逼着他 也不是 那为什么 这个差别在哪 我来洗碗 真的吗 真的 我很多在学校已经做完了 在学校做完了 对 但是要一直抽那种控制 等他 就自己听一听 辛苦了 嗯 全收好 一个小时搞定了是吧 写作业 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就好像就结束了 而且那么多笨 对 其实挺多的 对 我以为 比我儿子学校少 其实不少 差不多 我们家孩子 要花四个小时 从年龄的时候 对 你有觉得学习 很辛苦的时候吗 没有 哎 真的吗 幸福不幸福 不存在的 嗯 为什么不存在 这是想象出来的 哦 他说什么 辛苦不辛苦 就不存在 一切就像 我把眼睛的小朋友 教了一下 谁教你的 妈 有没有梦想 将来的梦想 我想考我妈妈 梦想和大学 哦 哈哈 梦想和大学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哈哈 但妈妈考上是 广东外国语大学 哈哈哈哈 给你来个 北京外国语大学 哈哈哈哈 小时间 妈妈的梦想 嗯 北大都没有 北京外国语厉害 育儿的话就是 还是亲子关系在前面 就是我始终还是认为 他以后要走的路 他能不能找到 他想做的事情 他遇见什么样的人 那个是决定他人生的 我们这些爸妈 真的只能做他的后盾 让他知道就是说 爸爸妈妈永远都在背后 我也觉得 好 但是在我看来 就你家女儿就很乖 很听话 嗯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像我这种特别焦虑的父母 该该怎么面对现在孩子 这种状况 你又什么 不要叫 就叫这 就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这个世界就是 就是这个世界像孩子 那么爱你的人 其实不多 所以的话 我觉得即使他在说谎 或者他在 他在那个 做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背后 是他想得到你的认可 其他的东西就没有必要那么计较吧 更加的去看到他 看见这个孩子 而不是说看见我想要的那个孩子吧 就算是慢一点又怎么样嘛 其实就是慢一点嘛 有些东西对吧 你就陪他就好 这次的教育之旅 嗯 想了很多 嗯 第一个妈妈的话 就是一个 不要找借口 嗯 对吧 对 那么忙的妈妈 也是一直在陪他孩子 原来我觉得还是跟做得比较好的爸爸妈妈交流的太少了 他们平常对于孩子的教育 他们的思考非常非常多 然后他们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教育方式 所以他们才能做得很好 相信孩子 对 相信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所以你准备怎么帮找纯呢 如果要决定 对 让他走这个艺术的路 一定要赔到最后 对 不要让他学作业 根本不需要 回家之后让他画画 好好画画 然后呢 没有然后就让他听见自己画 对啊 那做一个画家他就不用学习了吗 无所谓 六年还没解决 你没有做 还想做 还想做这条路 他没有你没有做 真的没有做 我觉得没有做 彼女たちを尋ねる旅は終わった が 私たち夫婦の教育を模索する旅は これからも続く 一路的家具 不应该照顾 一路的家具 就细备了 接着 次 照顾 为了 本事 我们 来 往来 大家